没想到大明星汤围也有被电信诈骗的经历 最让人意外的是 还被写进了韩剧里 世界上 医生、公司、公司、公司 记者都当了 啊 변호사도当了 啊 대박 汤围都当了 你汤围知道吗 真的有名 这个 这个 没有打得到 2014年1月 正在上海松海拍戏的汤围 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自称是上海警方 称汤围涉嫌一桩案件 需要转多少手续费 听说是警方 汤围不宜由他 乖乖地转了21万元到对方账户 转完账后 汤围越想越不对劲 随后报警 汤围被骗这件事 随后还上了社会热点新闻 引发了网友广